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大概是一个这样子的局面 但是只要是宋先生现在参选的话 其实他们都是在一个平手的状况 其实这样子的一个预判跟大部分的民调也都是一个类似 因为现在大部分的民调 他们双方这个马英九跟蔡英文 还是一个非常这个拉锯的一个情况 所以宋先生变成一个非常关键的力量 但是呢他又绝对的可能是选不上的 那对于聪明如宋先生来讲 他要不要再一次复制2000年 他的一个蓝军整个分裂以后 造成绿军当选的一个情形呢 宋先生到底要用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让他在他日后的一个政治生涯当中来做一个定位呢 所以我觉得这个我先请教一下张老师 所以张老师一直讲说 宋先生在最后可能会有一个比较让人惊讶的决定 所以宋先生但宋先生也讲了说 如果我真的后面有一些什么不选了 或者是怎么样的情况 我还要做人吗 对 如果他做了重大的决定 现在不知道嘛 因为还是自由意志 看他如果去做表达 他可能选到底 我还特别讲到 第二种是没有选到底 老师你的判断他会比较身价 如果他是一个理性的人的话 他应该怎样 他应该把他这个6%的选票极大化 如果他判断很正确的话 看压在哪个地方 对于历史的定位 还有他自己的后续 能够更大的发挥 如果是为了一个更重告 更崇高的理由的话 其实并没有会有人责怪他了 那讲宋先生太沉重 我们讲副手好了 他的副手林教授他会补卦 我也补了一下 副手跟正手是一样 副手如果没选 正手都没有 杜甫怎么写这个武的事情呢 他跟武东英在拼嘛 对不对 那个杜甫这样写 他说公盖三分国 名城八镇土 江流石不转 遗恨诗吞吾 最后是没办法武东英干掉的 这是杜甫写的诗 我也是补这一卦 吞不掉吴敦义 对对对 那就是马上就念吞不掉 他既然吞不掉 你又何谷不去成全 我最后讲一个故事 很多人猜测 宋先生这样去选 有可能他自己的想法在 有可能是独一口气 都不知道我们猜的意义不大 那如果他真的是吞不下这一口气的话 那就不是真正的大内高手 明朝有一个小说家叫冯梦龙 他写过一则小说非常出名 他说当这个关云场 被这个吕蒙 还有孙权断头之后 他这个魂魄不散 怨气冲天 他在云端说 还我头来 还我头来 后来在他过五官 斩六将当 有一个人救了他叫普敬 他说云长兄 你一直觉得你吞不下那一口气 你这次失败你吞不起 可是过五官斩六将的时候 多少人是你刀下冤魂 你向这些人孙权要人头 那过五官斩六将这些人 要跟谁要人头呢 我来观察一想 对喔 人是奸嘛 这下来了 宋先生做省长之前 有多少他的政治对手 是刀下冤魂的 他们去跟谁要一口气呢 这一仗关系到 中华民国未来四年当中 两岸政策 对 内部下一代 它是一个关键 你今天有这个机会 做关键的决策 我希望宋先生 好好的想清楚 个人是小 国家是大 其实我觉得这个社论里面 其实有一句话 应该是最痛 最伤的一句话 那就是最后问他说 宋先生 你恐怕 如果是真的这样下去的话 让蔡英文当选 你恐怕无言见 你的父亲 已经在地下的父亲 我觉得这句话真的实在是太重太重了 那有这么严重吗 宋先生这个 我请教一下阿图兄 你们在基层看这个选情呢 他真的有影响到这么严重吗 还是到时候你们 哎呀 自己大家气饱气饱 宋先生就 就就就光荣的走入历史就算了 确实有影响到这么严重 我最近 我真的 借了我们主持人这个 这个节目 我要正式持周首勋的总干提牌 为什么我要持 他去帮宋楚瑜站台 我不是说他这样 因为他是国民党的 今天会造成这个 你总干是你不知道他要去 我不晓得 我跟吴毕书议党都不晓得 对天发誓 让我们傻了眼 到底很多选民都打电话问我们 说他到底支持马英九还是宋 周首勋的总干提牌 做人去驾宋楚瑜站台 我们现在是要酸骂 是要酸爽的 真的会这样子的想法 所以说 我今天我会带着吴毕书议长 我报告议长 这个他去站台你知道不知道 去站宋楚瑜站不晓得 这就是国民党他们自己热出来 才会有47比47 今天你如果马英九 你们今天有团结的国民党的话 今天不可能造成这样 我觉得宋楚瑜到最后呢 他是一个绝对工具理性之人 但是他是一个有价值理性 他讲有点选就是说 对于利害关系他会算的 但是对于核心价值 你真的觉得他是有核心价值 如果他是有 他不会跟着连赞反贪府之后 跟着连赞在一起验票之后 跑去跟陈水平见面 他不会跟着施明德反贪府之后 跑去跟好龙兵竞争 他不会说 他明明就没有回来 就他说蛮久的当选是他让的 所以我觉得宋楚瑜这个人 他最后还是会找到他最好的位置 但是他这位置呢 他一定要交换 不然你说 他会这么的以大意为重 这不是我们认识的 这十年的宋楚瑜啦 所以我觉得最后 他当然有些变化 他的选票确实有影响 但是他要交换什么 希望他坦坦荡荡 落落大方 告诉全台湾 全台湾来做决定 你觉得他现在是在代价而沽吗 如果说沽之灾 沽之灾 我这个6% 你们都过不了败 都要看我来决定 对 是过不了啊 看我来决定 沽之灾 沽之灾 我是觉得更可怕的是在这里 所以我是觉得宋楚瑜这个 你要做什么都可以 尊重 这是民主社会嘛 但是请把你的条件说出来 让大家全民一起来看一看 现在这个情况恐怕已经 没有办法再去说条件了 所以宋楚瑜现在他一直在酝酿的一个情绪 就是说民调都是假的 所以他的民调一直有20% 而且你们发现宋楚瑜最近的一些的作为 其实有一点更改 因为他先前炮火非常猛烈 猛攻马英九 可是现在他都在辩论会里面 他都去夸赞马英九 说你看他的两岸政策不错 两岸现在很和平 EGFA很好 签的也蛮好的什么 所以你会觉得说他的炮火减弱了 而且他也很多的地方都还蛮低调的 所以你会有时候还在怀疑说 他到底有没有在竞选 所以他有很多的考量在里面的时候 是不是就影响到他最后 他到底会怎么样来看待他这个6% 我是觉得对宋楚瑜来说的话 我就应该这样讲 今天选举当中到现在为止 双印的差距真的是蛮小的 所以目前来说我觉得有两大变数 第一大变数是蓝绿各自的投票率有多高 因为一般来讲的话蓝银的投票率相对来说低 绿银的投票率相对来说高 假设以刚才这个理解说4747 那不用讲了嘛 那如果投票的话一定是蔡英文银嘛 对不对 我觉得刚才这个江老师特别提到说 到底马英九 蔡宋楚瑜是感性的还是理性的 我认识宋楚瑜很久的一段时间 我觉得他感性理性兼具 怎么说呢 他很多东西在一念之间 当时选举的时候 他本来没有投入选举的 他后来决定要投入选举也是一念之间 所以他现在到底最后那个关键点 他要怎么做 我以为他也是一念之间 只要他这一次一念 他想的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刚才讲到周首逊这件事情 阿徒兄是站在周首逊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 如果你换在宋楚瑜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在铺陈什么 铺陈一个蓝跟橘之间 其实是可以互动可以相互帮忙的 所以我可能也可以帮帮周首逊 反正我这边没有提名亲民党的人 所以你就说他这一念之间 到底会不会因为这样的一个铺陈 一路铺一路铺 铺到最后有一个什么样的不一样的状况 状况发生了 我不敢说 但是他选到底也是有他的可能 因为我的意思说宋楚瑜的事情很难去预判 所以对于马英九来说也好 对蔡英文来说也好 尽兴术不如无输了 你以前去思考宋楚瑜不要想他 因为做这种政治节目做了那么久 看政治节目这么多 所以我觉得我们心眼会变得比较坏 所以如果我是宋楚瑜的话 我就会把我的民调的数字讲高 我有20%我甚至有30% 然后到最后我就出来讲说 我希望投我的选民都去转而支持某某人 如果那个人当选了其实都是我宋楚瑜成全的 没有我成全那个人就当选不了 所以我一定把我的民调讲高 然后转出去 所以理解关键在这里啊 是我成全的 是我宋楚瑜成全 你看他现在这几年来 马英九他都说是他成全的 然后马英九不见他 马英九他就已经很生气 所以我觉得关键在于当宋楚瑜说他要成全的时候 更可怕的后面的他要什么 那才是重点 那他要什么呢他自己会去思考 就是说他会不会做这一步 现在是我们大家比较关切的 听起来讲这个 当然就一些政治人物来说 你也不能说没有这样的可能 像陈水扁 他也会跟蔡英文玩这种游戏啊 如果做到最后 他假设蔡英文愿意怎么样子的话 他会叫陈志宗退选 也不一定啊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但是宋楚瑜要哪一个 比较具有说服力的民调 你说网路民调 大家都知道网路民调跟电话民调 他某个程度有他的盲点跟他的错 就是距离现实的状况 会差距蛮大的 都不是觉得邓志宇有本事 他自己做一份民调 他自己做一份民调 委托公正的民调单位出来 一样的是20% 对你说宋楚瑜知不知道他现在民调只有个位数 所以你看他他已经到了就是 我看他的子弟兵都还出来讲说 他们跟马英九的民调只有个位数 就跟马英九之间的差距只有个位数 所以所以我觉得 你觉得他们这是一个在麻痹自己吗 是在一个欺骗自己吗 并不见得 这个继续往前走的动力啦 事实或者现实有些蛮残忍的 不愿意面对吗 只有我们不去面对才能够走到1月14号 所以我觉得不论是真是假 我还是强调一下 选举确实就是一时的 宋楚瑜也有机会对国家服务过这么久 400人来投一战你也打得那么漂亮 这一次决定是要协助自己 还是协助马 还是协助菜 我觉得关系在未来四年的发展 还是要想一下 其实我觉得不用去想真的 就是说我让出去 然后那个人就可以当选 那个人还真当选了 就是我的功劳 所以我们以后再来谈吧 我想应该就是这样 政治人物只有三个字不要连啦 我真的没有骗你啦 真是政治的搞政治就要 马英九派人说你接吴敦义 他才会有这件事啊 不要连才能搞 我不觉得因为这件事情这样下去太 但是马英九不会去谈啦 我不会去谈 这样讲得太乐观了 一箱全面 我们最终的研究这么真的 你看哪一个政治搞这个事 他不可能信赖马英九说 你现在收看的是TVBS无线卫星电视台